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雖然第10號颱風海神對台灣沒有造成直接影響 不過還是造成北部東半部沿海發生強浪的期會變高了 星期一雖然是多雲到期 星期二開始山區會有午後雷震雨 星期三水氣增加 一直到星期六花東地區都會有短暫震雨發生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雖然第10號颱風海神對台灣沒有造成直接影響 仍造成北部東半部恆春半島沿海長浪發生 而這週除了週一多雲到勤 週二週三花東持續有局部短暫震雨 週四起受到低壓帶影響 水氣增多 花東將有局部震雨 將移植持續到週日 10號11號的時候會有一道微弱封面 我們剛才看到 這封面大概會掛在台灣的北邊 然後會慢慢移到台灣的東南東邊這個地方 然後再慢慢移出去 所以本上這一週我們的天氣 大概是受到這個微弱封面 還有這些天氣系統的影響 所以基本上在東部這邊 我們大概都吹這個東南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雨量 基本上這一週的雨量都相當的多 除了今天8號之外 其他時間大概整個花蓮都會有雨 尤其是午後有些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山區可能雨勢會更大一點點 這一週天氣不是很好 盡量還是不要去山區 如果真的去山區 去做從事活動的時候 真的就要去看一下天氣 是不是有突然之間的變化 是不是會有突然之間的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你隨時要做好防範的作用 所以這一週基本上就是盡量帶雨 隨時注意天氣的狀況 週四起至週日 台灣受到低壓帶影響 水氣增多 全台各地都有局部短暫鎮雨 主要雨活熱對流降雨為主 其他時間則會有不定時的降雨 提醒民眾外出或安排戶外活動時 記得攜帶雨劇 並留意山區可能積水暴漲 或沿海長浪發生 記者長方彥 華聯氏報導 好久不見